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十五篇第六十五章 疯子 半径一万公里范围的空间 那若隐若现的虚空祭祀秘文 遍布处处 凡是这些虚空祭祀秘文复散所在 空间波动完全停止 这一幕让学兽王重建王又急又怒 更是传音道 子忠王 你不是说这人类实力很弱 瞬移空间封锁都不懂吗 这秘文 子忠王一看去一惊 对 是祭塔内的那些神秘祭祀的秘文 一定是祭塔宝藏中藏有某种特殊武器 能够让他一个不懂空间封锁的人类 施展出空间封锁来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这人类羊的确是不懂空间封锁 你们发现周围虚空中 隐隐浮现的祭祀秘文吗 子忠王传音道 这和盐济大陆上经常看到的一些祭祀雕刻秘文很像 他一定是得到了某种特殊的武器 才能做到这一步 不懂空间封锁 也能靠武器施展空间封锁 血兽王重建王一惊 随其心中兴奋且贪婪起来 这种兵器价值无量 绝对算是宝物了 转了 拼了 杀死这人类 单单这一件宝物 我们就收获无尽了 说来缓慢 实则他们三个彼此暗中瞬间交流 同时杀意也更胜 重建王 血兽王 子忠王 他们三个 都闪电般飞向罗锋 仿佛要合力击杀罗锋似的 当然 论速度 重建王 血兽王 这两位封王极限 是远超子忠王的 来吧 罗锋银色双翼一阵 化作一道曲折光线 逼近子忠王 而三大强者 却是围绕向罗锋 杀意偷听 杨 你死定了 子忠王却是咧嘴 露出一丝兴奋的笑容 很好 很好 非常好 就这样 罗锋感应着 那三大强者和自己的距离 忽然脸上笑容盛开 就这个时候 罗锋一翻手 手中出现了两颗 隐隐腾绕着 火红光运的黑色晶体 这两颗黑色晶体 乍一看是圆球形 实际上 却是有着足足 10,081个切面 空间法则密纹固定在其上 每颗黑色晶体中 都隐含着让人心计的 不可思议的能量 他拿出什么了 雪兽王那独眼一亮 看得仔仔细细 他们三个可都是机械族阵营 而这元晶 乃是机械族制造 最是常见 虽然他们舍不得购买 可对于各个级别的元晶 他们还是能够一眼认出的 这一看令他惊得魂飞魄散 天哪 是 是最强的火神元晶 竟然是最强火神元晶 雪兽王独眼中满是惊恐 猛的就立即减速 欲要掉头就逃 是最强火神元晶 重建王也看清了 也瞬间蒙掉了 而后他也毫不犹豫 立即减速又要转头逃掉 什么 正兴奋期待的 子忠王看到这一幕 也傻眼了 然后也顾不得其他 立即要掉头逃跑 疯子 简直是个疯子 这可是最强火神元晶啊 雪兽王心中嘶吼着 就连疯王极限强者 在他面前都可能隐落 而且还是一次性拿出两颗来 这一旦爆炸开来 就算不死 也将惨得不能再惨 可是 这一颗最强的火神元晶 那可是价值千亿鱼兰单位 两颗就是两千亿鱼兰单位 他怎么拿得出 他怎么敢拿得出 难道 他就不怕 他自己也被炸死吗 逃 这是个疯子 子忠王 你要对付的这个人类是个疯子 崇建王传音咆哮着 逃啊 子忠王也是咬牙切尘 罗锋拿出的的确是最强形态的火神元晶 已经需要靠诸多手段 才能令火神元晶内能量稳定 就这一颗最强火神元晶 罗锋这混沌城主 青团弟子 都花费近三百亿魂元单位 才能买到一颗 像虫剑王 血兽王 子忠王这些 被机械族本族的 想要购买这最强火神元晶 的确需要千亿余兰单位 一魂元单位 约两余兰单位 当初子忠王拿出的价值百亿魂元的那颗火神元晶 相当疯王巅峰自爆的三倍威力 而罗锋现在拿出的这颗 却是相当于疯王巅峰自爆的十倍威力 甚至于存在一定概率 让疯王极限都陨落掉 而且这次罗锋拿出的竟然是 足足两颗最强火神元晶 那子忠王 即使有子忠 能削弱九成冲击力 可子忠王也就一疯王巅峰 怎么敢硬抗 逃 逃 逃 血兽王 重建王 子忠王心中嘶吼 个个恨不得能顺移 他们这时候才知道 这可恶的淫逸人类 为什么先空间封锁 显然是让他们逃都逃不掉 来不及了 罗锋随意朝两个方向 猛的一扔 火神元晶 在扔的同时 已燃引爆 火神元晶 血兽王他们三个 减速停下 刚刚才转头逃跑 那两颗代表着毁灭的最强火神元晶 就已经爆炸了 就仿佛上百万颗恒星 在一瞬间爆炸似的 两团炽热的白黄黄的光芒 瞬间诞生了 这两团 无数光芒凝聚成的光团 拥有着可怕无比的能量 空间瞬间被这股炽热 直接转化为最基础的离子流 连空间加层中的无数空间碎片 也直接融化为离子流 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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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兽王心中咆哮 他难道就不怕死吗 难道他有自信 在两颗最强火神元晶爆炸面前 还能存活 不 血兽王一声低吼 轰 他的身后 忽然隐隐出现一巨大的野兽幻影 那只一头通体长满了毛发 和血红双眸 却隐含着无尽星空的奇异野兽 此时的血兽王 显然已经拼尽全力 将所有保命能力 一瞬间都施展出来 他不想就这么陨落 同时 那股毁天灭地的无尽光芒 白黄黄的让眼睛无法睁开的光芒 便笼罩了血兽王 这子忽王到底惹了什么样的对手 难道这对手已经心存死至 一心求死 崇建王也是满心的怒火和憋屈 任凭他有万般手段 可还没来得及对罗锋下手 这两颗最强的火神圆巾便爆炸了 我要活下来 活下来 崇建王心中怒吼着 否则就只能等到遥远的未来 才能被复活了 一旦被机械族复活 等于是卖命给机械族了 不 无声无息 白黄黄的光芒 瞬间笼罩重建王 他 他怎么这么疯狂 他的防御是很强 难道 他有星空堡垒 神灵基地 直接躲在神灵基地内 可神灵基地 就是宇宙尊者都买不起 他不可能有 他是有些防御宝物 可在两颗最强火神圆巾自爆下 怎么可能活 我要撑下来 然后再杀了他 多了他的宝物 我的手段还没施展呢 子中王憋屈万分 让两名封王极限强者先上 只是他的第一步计划罢了 他的性格就喜欢让其他强者先当炮灰 之前探寻祭塔宝藏也是如此 他先是攀附在苍金王麾下 而后觉得不妙 便诱导其他强者和苍金王厮杀 最后他才下手 这次也是一样 他让两个封王极限先上 先炸出罗锋底牌来再说 可是罗锋底牌是出来了 可也太吓人了 两颗最强火神圆金 我得撑下来 子中王体表斑驳的子中 隐隐浮现 同时体内还引现银色流光 同时那毁天灭地的白黄黄光芒 也笼罩了他 子中王他们三个都没想到 罗锋会这么疯狂 一来就这么狠辣 这火神圆金虽然威力大 可也有着致命缺点 那就是敌我不分 在虚空中可以说数万公里内都是最强的爆炸范围 罗锋自然也遭到了袭击 那白黄黄的光芒也笼罩了 罗锋 天地间一片寂静 这耀眼的一片白光 笼罩千万公里范围 所有大地 岩石 地底宫殿 一切都化为最基本的离子流 在寂静许久后 才迎来轰隆隆的炸象 无形的冲击波 朝四面八方冲击 将远处的一座座山脉 直接炸飞 将千万公里外的大地撕裂出一条大大的峡谷 人类 人类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一座古谱中内 子忠王的意识在发出咆哮 他在第一瞬间就被枕成了粉末 虽然古中能抵挡九城的攻击力 可这毕竟是最强的火神圆境 有一定概率杀死封王极限的 即使削弱九城 且是两颗最强火神圆境爆炸 加上子忠王他们四个 都是在最强爆炸范围内 自然是瞬间被完全震碎 他的部分不小身体更是完全掩灭 身体损失超过百分之五十 虽如此可他活下来了 我没死 我没死 子忠王心中咆哮 在古谱中内开始凝聚身体 我不死就是你死 一道曲折银色流光 划过白黄黄的天地 直接来到古中的下面 正是展开银色双翼 闪电般飞来的银甲罗锋 此时罗锋手中正手持着一柄战刀 刀刃上隐隐有着紫光 显然这正是独隐战刀 啪嘶 罗锋直接一刀沿着古中下方 刺入那满是碎片 还未曾完全凝聚的子忠王神体内 子忠王 我来送你一程了 罗锋看着那隐隐欲要凝聚的不朽神体 传音道 学隐战刀上的废魔毒液 顿时疯狂轻视子忠王的神体 废魔毒液之据 或许侵蚀蜂王极限强者的不朽神体 麻烦些 可侵蚀蜂王巅峰 特别是侵蚀一个 损失超过百分之五十的 蜂王巅峰不朽神体 瞬间那神体就崩解 湮灭了 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 第十五篇 第六十六章 陨落 子忠王被火神圆巾爆炸 震成粉末 刚刚要凝聚 便发现罗锋到了 他完全蒙掉了 怎么可能 我身体被震碎后 就立即凝聚 时间何等短暂 他怎么来得及 在这个关键时刻赶到我这儿 除非 火神圆巾爆炸 没震碎他的身体 这根本不可能 而事实就是 这爆炸 没震碎罗锋的身体 当初在祭塔 那祖老 求执卡 在封闭宝藏室内自爆时 罗锋就能硬抗下来 火神圆巾爆炸 是求执卡自爆的十倍威力 当初的宝藏室 完全是封闭的 而此时 却是在无尽虚空中爆炸 复散千万公里 环境上讲 那封闭环境 自然能造成更强的威力 当初仅仅求执卡 单独一个自爆 这时却有两颗火神圆巾 二者综合 两颗火神圆巾爆炸威力 也就是封闭宝藏室 求执卡自爆 当时十倍威力罢了 当初 罗锋魔云战役 是封猴巅峰 坚韧程度 媲美封王初等人类 现如今 魔云战役是封王初等 坚韧程度媲美封王高等人类 经过事无与义 赢甲双重削弱 剩下千分之一的威力 在批美封王高等的 魔云战役缝力下 虽勉强将魔云战役 震得碎裏 却也已经消耗殆尽 甚至于无法做到 将魔云战役 震成碎末 和戒塔中相比 爆炸提升十倍 可我魔云战役也飙升了 你们个个被震成粉末 可我却没事 罗锋直接硬抗下冲击 准确说 是在事无余异 赢甲保护下的魔云战役 硬抗下的这种冲击波 只要魔云战役能挡住 那罗锋自然没事 罗锋根本就是轻易硬抗住 加上和子中王距离也就数千公里 双翼一阵 自然呼啸到了子中王身前 那子中王被震成粉末的身体 才刚刚凝聚 按照当初的计划 罗锋直接拿出毒影战刀 给了他一刀 这一刀当真狠辣 他怎么来得及赶到我这儿 子中王还满心疑惑 可发现罗锋一刀刺来 他心中却是迟晓 那火神圆金都没弄死我 你这一刀连让我身体碎裂都做不到 实在是太 啊 一刀刺入 毒影战刀刺入子中王 那还处于满是裂缝的不朽身体重 飞魔毒液瞬间开始侵蚀 不 子中王完全被这飞魔毒液的毒性给吓呆了 第一时间他选择再度让身体完全分离 可是 完了 封王极限强者 需要十克毒液才能弄死 可封王巅峰强者 只需要一克毒液就能搞定了 而一般被刺中一刀 反应再快 一般也会被0.3到0.8克左右的毒液轻视入体内 子中王神体只剩下不足百分之五十 那足足0.72克毒液瞬间融入他体内 传递到每一神体碎片上 轻视每一细胞 子中王根本无法抵达 完了 子中王瞬间明白这一点 终于我要死了 意识中有着不甘 愤怒 后悔 可在死亡前 子中王意识迅速连接虚拟世界 虚拟世界中 群发邮件 群发 子中王意识形成的身体 站在厅内怒吼着 按照他的计划中 其中有一环 就是在人类羊非常难惹的情况下 就将机械族阵营的大量蜂王强者 全部脱下水 他早已准备好了群发的邮件 连地址坐标都写得清清楚楚 就是他之前洞窟的地址 哗哗哗 邮件如雪片 瞬间就发送到 机械族强大阵营大量蜂王强者呢 领大量的蜂王强者到来 那人类羊出现了 就在哪儿 这堂宝藏 哈哈哈哈哈哈 出现了 大量蜂王强者接到信件 顿时沸腾了 虽然激动无比 可是这些蜂王强者 也都不愚蠢 也不可能 刚得到这一邮件 就立即瞬移直接到坐标位置 一来 能瞬移的毕竟是极少数 二来 假如是陷阱怎么办 所以 他们中很多蜂王强者 自然开始联手 一群蜂王一起来 强者多了 实力强了 即使有陷阱也不怕 哈哈 哈哈哈哈 感觉到意识的溃散 子忠王 却是仰头发出狂笑 疯狂的笑声 他 子忠王 自命不凡 寄予下得到那神秘古中后 更是透过古中杀死了两名 蜂王极限强者 以及好几位 蜂王巅峰 在这场族中 绝对算是强大的存在 他心中 还存在着成为宇宙尊者的渴望 渴望成为更伟大的存在 然而 就因为惹上那人类羊 虽然他准备了详细的应对方案 可一切都没有来得及施展 火神圆巾爆炸 外加费魔毒液 便葬送了他的性命 我死了 你也别想好过 子忠王猛的一声咆哮 啪 意识形成的身体 犹如泡沫 瞬间破灭 消失不见 也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他虽属于机械族阵营 可高高在上的机械族 宇宙之主 在未来 或许多大规模复活强者 可对待几场族 最多复活几场族的 锋芒极限强者罢了 即使偶然运气好 子忠王在被复活的范围内 可是因为 子忠王炼化着子忠 那子忠会对复活产生巨大影响 宇宙运转法则 因此产生了反噬 甚至不亚于 一名复活宇宙尊者 所以 宇宙之主 一旦发现子忠王携带着子忠 肯定会自动放弃复活的 拥有重宝 云落后反而更难复活 而如果想要强行将损坏的重宝 都复原的话 那付出的代价 恐怕十倍百倍于重宝本身 即使不复原带回重宝 单单重宝本身存在 都会令复活难度 骤然增加了很大一切 他 子忠王 拥有子忠 也注定不可复活 除非宇宙之主 愿意承受那般惊人的代价 子忠王 就此陨落 在炎际大陆遥远的其他区域 机械族阵营的很多 蜂王强者们 都在透过虚拟世界 彼此交谈 然后彼此联合 拥有顺移能力的强者 将其他一名名 蜂王强者 携带着聚集在一起 安门王 这消息突然就传开了 而且都是子忠王发来的 显然是群发给机械族阵营 所有强者 这其中 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一群长相各异 来自各个族群的蜂王强者们 正聚集在半空中 唯一共同点 就是同时机械族阵营的 说不定有什么陷阱 不过 也可能是真的 一群蜂王们彼此传音 忽然其中有一位 全身满是岩石的 矮状神灵喊道 我尝试联系子忠王 虚拟世界系统提醒我 子忠王已经陨落 已经陨落 死了 原本还保持怀疑的蜂王强者们 连忙常识 虚拟世界系统的确有反馈 说子忠王已经陨落 这令他们对之前传播开的讯息 瞬间就相近九成了 虚拟世界系统确认子忠王陨落 代表当时子忠王陨落时 是连接虚拟世界的 虚拟世界也探查到子忠王陨落的情况 一切在探测中才能完全确认 向允末星主人胡言博 未曾开启虚拟宇宙系统 探测自身情况 悄然陨落 他陨落万年 恐怕外界都不知晓 赶紧出发 子忠王都陨落了 肯定厮杀很激烈 一群蜂王立即激动喊道 不过我们机械族阵营 肯定大量强者赶去 我们强者众多 不惧那人类 我们直接顺移到 偏离坐标数十万公里的位置 即使有麻烦 也可稍作准备 走 这一群强者 顿时瞬移凭空消失 赶往战场了 虽然他们中实力强弱不一 乃至蜂王初等的都有 可他们也不惧 因为同阵营的 至少不会互相残杀 只要大群大群的强者 彼此联手 自然安全性暴涨 更何况 要击杀一名蜂王 并非是一件容易事 他们认为子忠王陨落 那么敌方肯定付出不少代价 才做到的 严济大陆上 乃至遥远的星辰塔 一批又一批的机械族阵营 蜂王强者们 开始瞬移 赶往那战斗之地 当然 严济大陆的那群 蜂王强者们 是最先到达的 至于遥远的星辰塔 那群强者 还得先寻找安全之地 然后在神国传坐 最后再瞬移抵达目的地 这恐怕得需要好些时间 战斗之地 破碎的宇宙空间正在疯狂修复 肉眼都可看到那空间 在迅速延伸恢复 啊 血兽王低吼一声 身体完全凝聚 不小身体损失 竟然达到百分之四十二 那得多漫长岁月 才能恢复 血兽王独眼中 满是愤怒和不甘 身体损失 灵魂也损失 这种损失 一者是靠漫长的岁月 慢慢修复 二者是靠宇宙中某些特殊宝物帮助 可那些宝物无比珍贵 他们哪里舍得去用 而在另外一遍 我的不朽神体 损失百分之五十九 重建王更是悲惨 我的实力都不足之前的一成 就算一名蜂王巅峰强者 都可能压制我 虽说最强火神元晶 有一定概率 令蜂王极限强者隐落 可谁没点保命手段 特殊点的战役 或许无法削弱九成那万一天 可削弱两成三成还是有的 以及植物生命 金属生命等等 这些蜂王极限强者 几乎个个都拥有 即使如此 帕俩损失依旧惨重无比 而另外一个方位 赢甲赢翼罗锋 手持独引战刀 看着那崩溃掩灭的子中王 留下来的那些宝物 世界戒指 兵器 战甲 子中 一翻手 便将这些全部收入自己的世界戒指中 子中王 谢了 罗锋轻声道 嗯 罗锋猛的一转头 在远处数万公里外 空间猛的一阵大 来自各个族群的数十名蜂王强者 突然出现 紧跟着其他方位 空间也震动起来 沿济大陆上的 一群又一群的蜂王强者们 开始接连到达了 不过来自然的通知 这些人的蜂王强者们 就像这两端一样 前面的一群的蜂王强者们 看得到一群的蜂王强者们 在这群的蜂王强者们 会否则 看得到一群的蜂王强者们